你喜欢考试吗?好吧,就当我没说。 你可能还记得早在隋朝,人们就发明了科举制度,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来做官, 不过不管是在隋朝还是更晚一些的唐朝, 经过科举考出来的官员还是很有限的, 很多人还是要靠着军功或者祖辈上的势力才能走上仕途的。 从宋朝开始,科举越来越重要, 国家最重要的那些职位一般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有资格担任。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干脆被称为正途, 是做官的正路,那别的呢,通通都叫做意图, 算不得光明正大的来路,是要被歧视的。 对于明清时期的读书人来说, 科举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位于南京江南贡院园址上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和位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建博物馆, 你都能看到关于科举制度的介绍和展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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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考试了 可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程序 真的是复杂无比 一个读书人 首先得参加同试 同试又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县里举行的县市 府里举行的府市 还有朝廷派来的学政 举行的院士 三个阶段的考试都通过了 就进入地方官府 所设立的学校 称为生员 意思就是学生 民间把它们叫做秀才 当上秀才就算有了功名 进入了市大幅阶层 可以拥有一些小小的特权 如果做学生的年头 多了平时考试的成绩也不错 国家还会发给他一份工资 这相当于奖学金版 考上秀才 下一步就要去省里 参加乡试 这是科举考试的第二个等级 通过之后秀才就变成了举人 按理论上可以是做官了 当然只能做一些级别不高的官 乡试每三年才考一次 而且录取比例很低 大部分的秀才都没有机会变成举人 在中国科举博物馆还保留了江南贡院的一些考试房间 当时称作考棚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了 考棚的编号就是按照签字文的顺序来编的 变成举人的那些幸运儿呢 就要准备科举考试的第三个等级 到北京参加国家级里的考试 先是会试 通过会试的会被称为共试 共试们还要再参加一次皇帝亲自主持的电视 通过了就成为近试 这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公民了 不过电视的作用主要是排名 基本上所有的共试都能成为近试 近试的前三名分别为状元 榜眼和探花 那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耀 好了 经过了这么多次考试 终于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那就是放榜 当时发布录取名单的时候 会把新科近试的名单 抄在一份黄色的大纸上 贴在宫门外边 称为金榜 大家蜂拥而至 在金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有名字的人自然就是金榜提名了 在位于台北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中 收藏了一件道光二十四年的金榜 金榜上写着每位新近试的籍贯和姓名 最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榜字表示它的重要性 你注意到了没有 这件金榜上写的都是武近试的名单 那是因为历史上除了文科举 还有鄙视武功的武科举 考武举人武近试 考上了就分配到军队中做军官 毕竟文武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的嘛